就关于中医药将来 有什么样的一些投资机会 第一个我坦诚 我不是一个中医中药的一个拥顿 我呢不太懂这个 我不能说这个说一定如何如何 因为我所得到了专业训练 因为我在医药 我在北京制药厂待过八年 这个最后一个职务 是北京制药厂片剂车间 或者叫片剂生产基地的副总经理 什么原因我就不说了 这可能领导为了渐渐提拔我 让我去干实验 然后慢慢提拔我 因为我曾经做过董事长的秘书 第一份工作 刚到这个场子里 我对我受的训练肯定都是什么 一期临床啊 二期临床啊 三期临床啊 什么那个双盲测试啊 对吧 什么什么随机双盲测试啊 就是属于这种一套统计学规范理论 这个中医中药好像跟这个东西不搭干啊 不搭干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走的是另外一套理论 我跟你说 中国从现在开始 从今年四月本开始 中国的中医药十四五规划出来了 这个规划的级别很高 国务院的 为什么 因为十三五规划 是中国中医药管理局推的 所以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意志 要去开始大干中医药了 而且我仔细把这个中医药规划读了一遍 我突然发现里面有好玩的地方 你们一定要去读啊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玩的 这个这个中医药啊 这个规划 什么意思呢 要求学西医的人 必须要学中医 就临床教材里要把中医放进去 中医中药放进去 第一个 以后的医生没有纯粹的西医了 出来 学东西 考东西 答辩 必须懂中医中药 是规划里写的啊 这是第一个 在哪读啊 就是你这个临床医学 你就在这个大学里读啊 在你这个医院里 第二个 三甲医院要做评审 还不叫三甲医院 叫三级医院做评审 要结合中医 就结合本院的什么 中医科室的这个发展 他要作为打分的 也就是以后 你在中国著名大医院里 没有中医中药 你打分都过不了 年终评审 医院院长都过不了 第二个 第三个 以后不是有多中心 就如果有一个病人生病了 需要有多学科的医生 过来进行会诊吗 所以如果遇到一个很麻烦 对吧 很麻烦 就是什么 可能各方面的医生 都要来看看 给出个意见 以后必须要求中医中药 参与 参与什么 参与会诊 所以以后 我总结了一句话 从2022年的中国开始 不允许西医单独发展 也不允许中药 单独过好日子 不允许了 现在中国要走一条 中医中药 西医西药 四个哥们混在一起 一起玩的路线 我是拿我们的 十四五中医药 发展规划来说的 所以以后 不是李时珍回来 就以后你要懂医 你中医中药都得懂 你手机用户五五四三 你不要问这个东西科不科学了 我只是告诉你实际情况 你可以去读一读 可以去读一读 然后用药 可能也要稍微懂一点 你不能说以后 你既要能开青霉素 既要能开头包 也要能够懂黑芝麻 到底能不能黑头发 我理解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中国的 中国的就是把中国的文化中的一部分拿出来 跟治病救人 健康保健 混合在一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医药发展之路 这个是这样 我自己有的时候生了病 我也会去扎针灸 针灸也挺管用 明明是这儿疼 他扎那儿 我就快扎着扎 扎好了 你说你怎么解释吗 反正西医告诉我 这里有什么相关的一些 什么什么神 是阻断神经啊什么的 那中医呢 可能告诉我 这儿有一股气 气在气中游走 我觉得这个都挺有意思 总之 我觉得 这个中医中药有它神奇的地方 西医需要有它科学的地方 对吧 也许以后将来混杂在一起 会形成一个 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医药发展之路 这里面呢 已经有四个主题 各位啊 一个叫做中药创新药 以什么为代表 莲花清温 记住啊 中药创新药 我以后会慢慢讲的 破坏主里面咱们慢慢讲啊 以后我要搞这种封闭式直播 今天应该是公开式直播 没关系 今天是要邀请更多的朋友加入我的群 以后我要给我们的群的朋友 搞封闭式直播 好 第一个叫中药创新药 第二个 叫传统中药名牌 比如福建的片仔黄啊 对吧 什么云南的这个白药啊 北京的同仁堂啊 什么广域 这个广域远呢 对吧 这些东西叫传统名牌中药 还有第三个 中药颗粒剂 就中药都是炖出来的 实在不仅叫切片 影片 将来要进行颗粒化 就是更加方便服用 这个东西也都挺好玩的 还有医生的股权化处理 这个当然这家公司好像没有在A股上 在香港 就以后会有很多的中医中药的专门的这样的公司 医生都是拿股权的 不再是传统的那种医院上班的医生 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都挺有意思啊 所以四个方面 以后更可以再慢慢讲 就关于中国中药发展的四个可以看的方向 对 颗粒方便啊 精准啊 否则你这炖个医药 咕嘟咕嘟 你炖了半天你到底喝的是什么 你不知道哪个是有用的东西啊 一大堆 对吧 至少 啊 那么